近日,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恶化 一位印度视频博主记录下了自己在街头发放食物的画面 不到十分钟时间,一百份盒饭就被民众一抢而空 5月12号,记者视频连线了这位生活在拉贾斯坦邦 扎普尔的视频博主马努 他告诉记者,在疫情影响下 印度有大量民众失业流落街头,食不果腹 并且情况还在持续恶化 截至当地时间11日 印度7天平均日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了最高纪录的39万995例 马努说,由于患病人数太多 印度的医院大多处于超负荷状态 许多患病民众只能排队等待治疗 我们这边主要就是人太多了太多了 突然全部医院里面满满的,在地板都睡的,还是排队,还是排队在外面 医院外面还有oxygen machine,带那些cylinder在这边shoulder上,他们就是拿那个oxygen refill 因为很多人就是便宜的东西买高的价格嘛 我跟我的弟弟还想就是以后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给他们免费那些氧气啊,还有那个氧气的cylinder 尽管印度疫情形势严峻,但马努表示,印度普通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视程度很低,防控意识更是非常缺乏 甚至至至今仍有民众认为疫情是一个谎言 我们这里呢,就是protection level是没有那么高,就是很低 没有戴口罩,没有消毒水,保湿激励也没有 我们去火战场那边嘛,那边他们都穿了防护,不过没有拉,还有没有戴那个眼镜啊 这几天啊,就是我的一个司机啊 前面一年了,他都觉得这个病毒是一个假的,就是媒体里面说而已 我们这边政府就是没有宣传的比较多嘛 就是中国那边我也听过嘛,就是我的很多朋友说,中国那边控制的很好 因为是政府一直都管,你们还有那个无人机啊,一直看人家啊,我们这里都没有这样的 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病毒是真的,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媒体而已 新冠肺炎发生前,马怒在扎普尔经营中餐厅和酒店,目前都在停业状态 他之前曾多次到访过中国,也认识很多中国朋友 在他看来,印度目前最迫切的,是采取更为强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学习中国的抗疫经验 我们这边太乱了,大湖节我们前面做过的,还有他们那个投票的那边的事情 很多人在一起,一百万个人都在一起,没有戴口罩,没有保持治疗 我们这个地方呢,他们都封城,这个病毒很严重啊,这个就是一个confuse 我觉得中国做的很好,这个他们控制这个疫情真的很厉害,如果我们的政府follow的中国政府那边的 搞不好我们这个疫情没有爆发这样子 感谢观看